Hello,大家好,我是Ethan 因為工作的關係 所以有一段時間沒有產出影片 真的是好久不見了 今天的這支影片想要來跟大家分享 為什麼我會想從原本開小轎跑的BMW M235i 換成Toyota的4Runner 以及這段時間的我 在駕駛過程中有哪些心理狀態上的改變 原本的我對於開車的想像跟很多人一樣 希望在通勤代步之餘 能有一定的速度與駕駛樂趣的追求 所以在經歷第一輛家中車款Camry之後 我就想要在有能力的狀況之下 購買像是Toyota86 這一類以駕駛樂趣為主打的車款 又帥又能跑山 真的是酷幣了 但過去的我也是一個有相當程度品牌迷思 而且非常在乎別人想法的人 總認為在江湖上走跳沒有個一定程度的品牌等級 好像就很難見人 也非常介意把車開到朋友面前時的反應 所以經過各式挑選我選擇捏下去 貸款買了一輛2015年的二手M235i 作為我的第一輛自購車款 M235i毫無疑問是一輛好車 在當時二系列還幾乎都是後驅的時代 短軸距搭配原廠326匹馬力 45.9公斤米扭力的輸出 加上蠢蠢欲動的車尾以及靈活的動態反應 在不是非常快的速度下 已經足以在山路上提供豐富的駕駛樂趣 但我畢竟能力還不夠 這一輛一般車主可能會選擇拿來當作 車庫內第二輛車的雙門小跑車 是我日常的唯一用車 儘管有著多元化的駕駛樂趣還有體驗 但這是僅止於我一個人駕駛的時候 當家人需要爬進爬出後座 或是要載運大型物品時 這一些樂趣就會瞬間轉化為我對家人的歉疚 而這也是導致我後來換車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另外還有一點比較需要費心的 就是F世代的B&W車款的妥善率 雖然相較過去已經進步不少 但對比現在穩定度更出色的B58引擎 N55引擎還是有著不小的進步空間 加上歐洲車普遍使用比較多的環保材質 時間到了就是需要對部分零件做更換 都是車主需要特別費心的部分 偏偏時間就是二手車最大的敵人 所以很多人說 購買這一類車款的二手車 除非狀況真的特別突出 否則可能都需要準備一筆費用來整理入手的車子 在我拿到這一輛M235i後不久 就陸續出現了鳥蓋滲油 水路阻塞與脆化 冷氣壓縮機故障 輪速線異常等問題 還有直到我賣車的時候 都難以解決的引擎異常抖動 說實在也是花了不少錢來整理 不過這對於購買這個世代的B&W二手車的車主而言 其實某種程度上都算是一種必要花費 之前的影片有提過 我身邊的人總說我很極端 要嘛是開像M235i這樣的小車 要嘛就是像4Runner這樣對一般人而言 根本是巨瘦等級的車款 不過4Runner可不只是虛有其表的龐然大物而已 雖然20公分以上的離地高 間接縮減了一些車室空間 不過對一般家庭而言依然相當寬敞 加上可以調整角度以及完全倒平的椅背 讓車內的空間運用靈活度更高 當家人舒適的在車後睡著 人多也不嫌擠的時候 我當下的成就感真的會讓我覺得 這車換的真是值得 當然 4Runner 與M235i 的定位取向完全不一樣 剛換開4Runner 的時候 我還對這輛車遲鈍的油門反應相當不習慣 加上4Runner在公路上模糊的指向 與難以稱作靈敏的車身動態 讓我一度以為自己是不是做了錯誤的決定 不過大家也很清楚 4Runner 就是一輛越野車 當轉換到需要高低落差與軟壇懸吊的越野場域時 這一些在公路上的缺點 很大部分都會成為非鋪裝路面駕駛的優點 也立刻搖身一變成為另外一種層面的駕駛樂趣 縱使我也是個駕駛與鋪裝路面時間 大於非鋪裝路面的偉越野車主 可是隨著年紀增長與時間推移 我竟然逐漸開始 可以在4Runner 駕駛與公路上的時間中 發掘到不同的樂趣 例如沉穩的駕駛感 不那麼激進與相對輕鬆的回饋 觀廣的視野和有更多容量 足夠映入眼簾的美景 都是我在4Runner一般的公路駕駛中獲得的額外樂趣 也開始不那麼在乎與朋友面前說 自己開的車究竟是BMW還是Toyota了 速度 自然是大部分車主對於車輛的追求 但老生常談的是 不同車款就會有不同的取向設定 M235i可以帶給你激情與浪漫 4Runner則可以帶給你內斂與慢活 自然會對應到不一樣的車主族群 對我而言 在換開4Runner之後 雖然在山道間的激烈拼搏難以復健 但它卻能帶給我更多與家人共有的時光 安定感以及多功能性 這或許是新進的轉變 也或許是車輛的直接回饋 但這一切的表征也可能代表著 我們與自己的愛車都在不斷的 共同成長吧 對方的自由 我們現在要親自主對比特已厚 我們可以介紹一下 我們會看到 我們會不會做的 我們會看到 我們會不會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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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練習不管